有请组织人田哥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掌声 我是田哥 感谢大家还在等待光荣绽放 等待今晚的嘉宾 今天到这里来绽放光荣的这位嘉宾 真可谓是长胜不衰 他就是刘德华 刘德华曾经两次做客光荣绽放 每一次都给我和观众朋友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二 三 四 哈哈哈哈 那就是 有不滚 啊 啊 要舔一下舌头对 对啊 因为因为因为手该出来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打尖了 啊 然后 这个先放上去 他自己总是会满人家一排 每天 哦 小的是不是练的 对对 那个问题出现了 因为线没有弄那个辣 没打辣 它会容易打结 哦 那现在我截了 还是可以 哦 这么快就截了 对 小的时候你就开始自己缝了吗 对对对 因为家里都是 那镜头有点感人 嗯 是的 你打这个扣之后 这平常就这样缝嘛 对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有一点点好的话 嗯 那你就这样把它拿着 哦 这样打不及 把它这样掏进去 那它就会离开步一点点 你扣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 哦 厉害厉害 是妈妈教的 对 然后到最后你就这样一个 这样的善意 他自己总是会满人家一排 没丢了 我签了月之后是一千八百块 大概一千块是家里 然后八百块是后来就不行了 后来因为我因为工作的地方 离开家里的太远 然后我就住了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是一千两百块 所以后来就跑龙套的 就是求人家给我多跑 然后就去 我还去唱歌 然后中间还帮一些小孩补习 从1983年的第一部电影 到第一个金像奖 刘德华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知识求是的说 刘德华的创作之路并不容易 他多次与金像奖擦肩而过 可谓一波三折 我觉得该有就有 不该有也赢到群众的心 你要用两个角度去看 不然的话你就会 可能三年五年你就会压力很大 唯一一步 唯一的一步 我觉得你拿到是心情有一点不好 就是瘦身来的 他们说我演得很好 世界非常 这个世界就好像没了 刘德华就出现一个 比如说那个是剧本 我们演出 为什么要把责任放在我们身上 你说我演不好 我还还可以 哎呀呀呀就过了 瘦下来 这不是我的要求 那就是他们一讲 不讲还好 一讲就是 就心情不好 我开始关注刘德华 是因为电影暗战 在这部电影中 刘德华的表演 不仅仅是摆裤耍帅的偶像风格了 他的表演 哎 更加的自如 更加的低调 演技得到了更多的肯定 凭借暗战 刘德华终于获得了他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在此之后呢 刘德华又尝试了更多不同风格类型的创作 这其中有过失败 但有更多的可圈可点之处 让人们从欣赏他的外貌到欣赏他的表演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我花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他们的剧本 那我看了很多很多从 因为它是一个漫画 我重新再从头再看一次漫画 再想象它应该是怎么样 然后也找到很多很多以前末词的那个历史来看 其实我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把那个思想拿下来 如果那种思想能够在你心里面 在你学艺里面跑的话 那你演出来一定很想 看了剧本之后 就一直跟导演啊 跟其他演员去研究 到底就是我们在戏路上面 在戏里面的那个 有没有重复的地方 然后去琢磨 就是在演出的时候那种亮点 那其实在现场我们都常常会 因为态度 怎么说就是那个角色的态度啊 还有他的反应啊 大家都在现场聊过 一直在争论 我也不知道今天我这一种 虽然不算一种演技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真的让我好好 非常开心地去享受一个艺人 一个演员能过的生活 2012年 一部陶姐让刘德华再次获得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演员 导演希望我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他每一天都看着我 然后很懊恼地会看着我 我怎么样把他拍得不像刘德华的 然后他就会问 我要你穿这些衣服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 那我要你剪的那个头发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 那在戏里面你可以这样演吗 我说可以啊 到有一天 然后他突然间跑到我身边 你现在跟我们的那个world角很接近啊 我说好谢谢 在刘德华的电影表演创作道路上 有一个永远的克星 那就是梁朝伟 他们同为香港无限艺术训练班的同学 同为无限五虎将 这首歌是我代表一代中之诚的 因为你实际上也挺厉害的 一次下来 韋仔和你其实都 都挺支持的 是的 我很平衡我这一世人 在我的人生当中跟你表现 因为其实刘德华 除了是代表了一个潮代 我觉得刘德华已经代表了一种精神 是吗 媒体评价说 刘德华是商业的 梁朝伟是艺术的 那么刘德华自己是怎样看待这样评价的呢 世界就是有一个定律 这个定律就是你做到你自己的部分就够了 但是你不要不想那个艺术 就比如说我不要不想 我是商业的 但是我有想艺术的部分 只是我能力做不到 那个不是我的问题 我已经尽力了 这是一个小鸟 它在飞 一条雨它在游 有一天那个雨 长了翅膀去飞 那个就不是雨了 所以你就满足你现在的那个部分 我也觉得跟梁朝伟一部电影 我会觉得我也艺术了一点点 真的 为什么请他拍《无尽道》 也是我们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商业的东西够了 但是艺术的那种感觉不够 那我们希望就是梁朝伟在 这样才会就是你一个汤你下盐下糖 甜的有盐巴也有 这加起来才会好喝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一部电影它拍的多难 只要就不管它怎么样 你看到它那个演员在里面努力的话 我觉得观众不会不原谅它的 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选择跟 他能选择的东西都不一样 不是说今天我也想派王家卫啊 他不找我那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 还可以慢慢发展艺术的东西 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去支持那些新的导演 刘德华的投资之路也飞一马平穿 其实我们投了已经快 应该有三十几部了 然后我们亏了二十几部 大家都看到好的那个 他没有看到不好的那个 有些很难 没有人看过 我就这样丢了 我问那些导演 说你们好意思给人家看吗 你拍的那个样子 你要拍什么 那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眼光 没挑准人 眼光是你的心情去决定那件事情 它不是 我不觉得一架树 那个画 每一画都不漂亮 总会有好不好 那作品 艺术就是有好有不好 它不好也会 也会有好的地方 但是当你放在一个 你要付钱去看的地方 你就要对那些人负责 作为电影投资人 刘德华可谓 身体力行 多次为年轻导演 站开 脉域宣传 多谢很支持我们的老板 华仔 多谢华仔 我和大部分喜欢刘德华的朋友们一样 总被他身上的一种精神所折服 全行不止 我有不好的 如果你跟我工作 然后你就知道了 可能是我的要求会比较高了一点点 然后让他们在现场的压力很大 那其实只要跟我工作过 他就会 就会觉得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福气是 其实是媒体跟歌迷群众 他给我很长的时间 让你慢慢去成长 对 他没有离弃 他没有放弃我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秘密 我希望我们这种感觉是真的 而且是真正的永远的 说完了刘德华的表演之路 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音乐之路 1985年 刘德华以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 正式进入乐坛 第一张专辑就获得很大回响 相信更多的观众 对忘情水 爱你一万年 笨小孩 中国人 等等这些广为流传的歌曲 有着共同的记忆 或者应该说 几代人都是在刘德华的歌声中长大的 这些歌曲不仅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 也让刘德华成功的进军了内地演唱市场 巩固了其华语乐坛的地位 有时候可能你在那个领域里有影响的话是 大家才会知道你 那那个影响不一定是 怎么说就是我能唱到像江学友 我是集中在文字上面 就是我的歌文字很重要 我也是一个香港歌手里面 应该是写自己的歌写最多的 我记得我第二次采访刘德华的时候是 2010年 哎呦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那时候他正好是推出自己的新专辑 忘不了 有太多了 但是现在可能歌词啊 就因为R&B的东西多 它快有节奏 那它会被音乐的东西盖掉它的意思 它的内涵 那只是在视觉 在音乐上面你听的时候会 现在其实很容易就 你就会跟着一首歌哼 但是你很少听到 大家真的记得 很记得里面的歌词 只是大概知道 那件事什么事 那可能这个是不同的年代 不同音乐的需求 从表演之路一样 他最初也不被认可 人们批评他 唱歌不如张学友 跳舞不如郭富城 很多年前 有一点好像 我不应该是他们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是在前面的一群人 我是在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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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同的事情 刘德华拥有的是他 独特的不放弃 遇到批评和质疑时 他只管努力前行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有一个他出道的时候 就在五公司 他第一份工作 电影的工作 就是在我们公司 陈可行 然后有一个歌手 他帮我做第一张唱片的人 周志平 两个人 两个人经过了十几年之后 同样说一句话 一模一样的话 周志平说 哎呦那么多年下来 他的剑齿真的感动了我 我第一天跟他做唱片 我第一个想的东西就是 为什么他要唱歌 陈可行到后来 他在我公司出来 就跟我合作 就在我公司底下 做幕后的工作 一直到投名状 他就说 哎呦他人这种执着 真的感动我 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着 跟着浪 这样 他像扶贫 在这次访谈中 我记得我们专门聊到他受欢迎的原因 在谈吐的过程中 我觉得他最在意的是一个艺人的人品 现在看所有所有歌迷 就算演艺界 现在除了柳丽跟帅 没了 嗯 去形容柳的话就没了 完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 刚刚开始应该是 他长这个样子 他们喜欢帅 然后他就看了 我觉得第一个 你问他们所有的人 我觉得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但是能撑那么久吗 然后到最后 我觉得还是人品跟人格的那个 自己觉得你自己 最有魅力的是什么 我是觉得你的坦诚 还有你的诚意 我觉得就 就可以 一直在说人品跟人格 这两个是最重要 就是你多帅 你多唱歌多好 人品跟人格不好的话 我觉得 怎么样会走不远 跳不高 你觉得你这种 对人格和人品的要求 是小的时候 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基础 还是你走在演艺圈以后 自己不断地总结 别的经验 小时候知道 小时候知道 就是我家里 就是真的 蛮严格的 然后爸爸是消防员 那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然后妈妈是一个 很正常很正常 很传统的一个 一个中国妇女 然后她没出工作过 她都是在家里 相夫教子这样子 然后她进了演艺圈 其实都有过程 你又觉得 就是要怎么样去面对人 因为这个是一个 一个软钢 就是那个 就是大软钢 就是她 就是演艺圈 不是那么大 你要很小心去面对 但是到最后 就是 只是如果你每天都 战战兢兢地去工作 去面对人 人跟人的关系的话 你活得开心吗 就是还是不开心吗 对吧 那所以到最后 就是你就 你就坦诚她 她要怎样 她就是其他人 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是你怎么样 表达自己 然后你自己做的怎么样 人家做的怎么样 怎么样的态度 真的很难去掌控 我觉得现在 现在我态度上 或者是我的心情上 我是活得最开心的 一个时候 你是否身在演艺圈 还能够站出来 清醒地看演艺圈 她可爱的是什么 你看不惯的又是什么 每个地方都有好人 坏人 就是说我家 也会有一些 比较皮 几个孩子 同一个妈妈生 有些聪明 有些笨 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 这个一个演艺圈 我们演艺圈好的东西 我们要保留下来 不好的东西 我们尽量把它改变 但是你哪有一个人能改变 这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重点是 希望就是 我们在演艺圈的人 真的每个人都有 这一份责任 去保持演艺圈的 那个质感 你觉得应该是个什么质感 我觉得是品 就品这个字 品 人品 细品 刘德华 在众人面前 应该说 一直是非常完美的形象 你看 他应对媒体 彬彬有礼 对待工作和粉丝 认真负责 对待自己呢 则始终保持自律 因为从小开始就 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先要 让大家知道我的个性 然后 我认为全世界都是好人 我就给他一百分 每个人都是这样 会受伤吗 中间有受伤过 有怀疑 就是我刚才说 我会怀疑 但是怀疑之后 原来我发现 我这种性格的人 会活得很不开心 就是哎呦 这个是坏人 哎呦 那个是坏人 我要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有 有装备的 去面对这种人 我就会觉得 我生活都不是我 那现在我就 又回到那个 又回到以前 什么都好人 所有都好人 没关系 宽容了 还是成熟了 还是圆滑了 呃 都有 据我所知 你在这个圈里 人缘几好 我开心啊 嗯 开心 我想知道 你这种好人缘 你觉得是出于 职业事业的需要 还是 呃 觉得自己 越来越 棱角没有了 嗯 我想 看人嘛 嗯 有些人你是要 用圆滑的 去去面对 有些人 你知道他可以坦诚 只是一个人 里面的性格 你说我 我100%是天使吗 不是我也有魔鬼的时候 实事求是的说 刘德华也需要家庭 需要爱情 知道为什么 相爱的人讲话会很 就是那个 那个声音很小 因为他心很靠近 不用那么大声 然后两个吵架的时候 就很大声在骂 因为心很远 虽然他平常的 平面的距离是一样 他心的距离有点分别 要求 你觉得你这个要求高吗 呃 要求是一定需要嘛 找不找到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嗯 一定要有梦嘛 从小开始 那个就是我的梦 找到一个听到我心里 2012年 51岁刘德华 出为人妇 为了不想让女儿曝光 工作至上的刘德华 变成以家庭为重 专心做一名好丈夫 好爸爸 很开心的一家人 在家过 对 所以都是第一个生人 送什么生人 送你 呃 我没有 没有送 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没有打算要再追多过 什么衣服 刚才有人问我 我 听大家的 我家里的事情 呃 我很少谈 谈到 我只可以说我幸福 我家也很幸福 老老少少都幸福 经历了起起伏伏 如今 名利双收的刘德华 依然活跃在 创作的第一线 他拍电影 出唱片 做投资 生命嘛 生命就是一天一天的过 嗯 那就到最后我也说过 就是太阳升起来 就是代表 昨天已经过去 他一定会一天一天的过去 然后他累积下来的那个 不一定是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他不是 不是需要体能去表达的 你选择三十岁的时候 你选择三十岁 你二十岁的时候 你想选择二十岁的方法 嗯 到底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 五十岁也有他的方法 六十岁也有方法 我设想会不会刘德华 是一个很有紧迫感的人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要想想明天干什么 每天早晨起来想想 我今天要干什么 哼 想太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 我是一个完全不是那么 对自己的东西计划的那么严谨的人 我只知道 我觉得路 在前面我们就走 就这样 但是我们用心走 嗯 再加上小心走 你觉得命运是天定的 还是个人可以改变命运 都可以 定是一定的 你更偏向于 我 我觉得定 那你的努力 努力会把不好的东西弄到没那么不好 努力可以用好的 你本来就好的 天定的好的 可以再好 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而刘德华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只是觉得路在那里 只管走就好 今天流行 光荣战 发展 愿者